所周知,清朝有九位总督级别的丰江大吏,号称九大总督 分别是直立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敏浙总督、云贵总督、胡广总督、梁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 九大总督要么专管一省,要么管理数省,地盘很宽,权力很大 那么,他们管理的地盘放在今天的话,会是哪些省份呢?我们且一一道来 直立总督管辖直立省,由于直立省地处经济要地,使得直立总督的权势很重 直立总督的地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分、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小部分 担任过直立总督的重要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 其中,李鸿章一个人就当了28年直立总督,期间还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 相当于半个外交部长,全清朝野 两江总督管辖两江地区 清朝时期的两江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江西省、安徽省和上海市 当时,两江地区是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地方 现在也与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部分重叠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担任过两江总督 四川总督管辖四川省 清朝时期的四川省除了今天的四川省全境外,还包括重庆市 担任过四川总督的名人中,值得一提的是丁宝珍 丁宝珍在山东巡抚任上曾经杀了慈禧太后的红人、大太监安德海 一时天下闻名 丁宝珍在担任四川总督时,清廉自首,从不吃拿卡药 守着一份养联银过日子,有时候会穷得到当铺里借钱用 敏浙总督管辖敏浙地区,即今天的福建省和浙江省两个省 晚清名臣左宗棠曾经当过敏浙总督 期间,左宗棠创建了福州传政局和福建传政学堂 福州传政局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福建传政学堂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 后来,沈宝珍在福州传政局和福建传政学堂的基础上 打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福建水师 云贵总督管辖云贵地区,即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两个省 在清朝时期,云南省和贵州省位于西南边陲 经济发展远不及两江、两广、湖广等地 甚至比四川、陕甘都有所不如 因此,云贵总督的地位不高 担任过云贵总督的名人中以林则徐最为著名 当年,林则徐被贬斥新疆伊犁后重新启用 做了两年多的云贵总督 让云南边疆保持了稳定 湖广总督管辖湖广地区,即今天的湖南省和湖北省两个省 湖广熟天下足 从明朝以后,以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 逐步取代了苏州长熟等地 成为了全国商品粮的基地 因此,湖广总督也是一个大家趋之若鹜的肥缺 晚清重臣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 推动洋务运动 修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 京汉铁路 并兴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支部局、自强学堂等 梁广总督管辖梁广地区 即今天的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清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海境政策 只在广东省的广州一个地方开设通商口岸 允许开展进出口贸易 这推动了广州的商业比较繁荣、充满活力 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曾国全等都做过梁广总督 其中林则徐在担任梁广总督时 进行了文明于世的虎门硝烟 陕甘总督管辖陕甘地区 即今天的陕西省、甘肃省两个省 1884年新疆建省 陕甘总督奉命奸辖新疆 新疆一个省自治区的面积就有166万平方公里 加上陕西省和甘肃省两省 总面积达到228万平方公里 陕甘总督的地盘远远超过其他总督 不过陕甘总督虽然管得宽 政治地位却不高 只有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时 凭借平定陕甘收复新疆的功劳 使得陕甘总督的地位急剧上升 在九大总督中仅次于直立总督和两江总督 东三省总督管辖东三省地区 即今天的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三个省 在九大总督里 东三省总督最年轻 直到1906年清朝才设置东三省总督 首任东三省总督是徐补武 继任者是西梁 默认东三省总督是赵尔逊 不过由于东三省属于龙兴之地 是满族的发祥地 东三省总督的地位很高 被视为江臣之首 为什么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没有总督呢? 其实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 都曾经短暂地设立过总督 1661年 朝廷曾经设立直立山东河南三省总督 管辖直立省、山东省、河南省 驻地于大明 1669年废除 不再设立 1661年 朝廷设立了河南总督 第一任河南总督为汉军正宏旗人刘清泰 康熙年间 河南总督被合并 雍正年间 雍正皇帝为宠臣田文静 设立了河南总督 管辖河南省、山东省 1735年 河南总督被废除 此后不再设立 清朝的封疆大吏 主要是总督与巡抚两种 从管辖范围上看 总督中除了位置重要的直立总督 与面积过大的四川总督 直管辖一省 其他七都均是管辖极省的民军京政 而巡抚更像是低配版的总督 直管辖一省 且受到总督的截制 不过清朝有一个巡抚例外 它是正二品 级别与总督相平 高于其他巡抚 也不受总督的截制 它就是山东巡抚 其实在明朝的时候 山东巡抚就是巡抚中的高配 位高权重 管辖范围 包括民政 军政 和政等各个方面 在朝廷里很有发言权 清廷入关后 承接明智 依然提格 各省巡抚从二品 山东巡抚正二品 有点准都的味道 只不过没有加都号而已 如果再加上各种挂职 那就是从一品大员 之所以山东巡抚地位超然 主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清廷大一统后将全国分区 设置了直立 两江 湖广 敏浙 两广 陕甘 四川和云贵八大总督 地位最高的是直立总督 拱卫京师 大体范围相当于今天的京经济地区 经济最好的是两江总督 占据今天的江苏 安徽 江西三省和上海市 两江之地 土地肥沃 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这里不但是清廷的经济命脉 更是文人墨林的主要来源地 清廷只要控制了管安全的直立总督 和管乾梁的两江总督 这大清的天就不会轻易塌下来 所以这两大总督至关重要 从地理上看 位于这两大总督管辖地界之间的 就是山东 山东的南边是富庶的两江 源源不断的乾梁从这里装船装车 或走海路或走陆路或走京杭运河 过的都是山东巡抚的地界 最终到达清廷所在的直立中枢 两江在山东通 则直立稳 所以这山东巡抚可是朝廷重臣 不亚于八大总督的重臣 山东境内的水系主要有两条 一是南北向京杭大运河的 另一个就是东西向的黄河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不过母亲的脾气不太好 经常泛滥改道 黄河一摇摆 两岸的乡身就只能看海 所以山东巡抚兼任治理河道的重任 为了避免山东巡抚与河道总督之间的纷争 在咸丰11年 清政府甚至下令将南河总督裁撤 由山东巡抚兼任重担 巧的是 黄河中下游的山西河南和山东 三省的巡抚地位都不低 在清朝都属于大部分时间没有总督节制的巡抚 直接向皇帝负责 山东不但有河还有海 是京师的海上门户 所以海防至关重要 山东巡抚可以节制提督 甚至还直接兼任提督 手握重兵 如果说海防是辛苦活 那海盐可就是肥差 海关更是肥差中的肥差 这可都是山东巡抚的盘中之物 因为如此重要 担任山东巡抚的 大都是清廷极为信任的重臣 最有名的当属发明公保鸡丁的丁宝珍 和叫得清廷天翻地覆的袁世凯 A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